更好听 你看看 爸爸 你的照片掉了 今天是给一些恋爱人的Q&A 的确有些恋爱人的留言会影响到我 但第一件事我要先说 我拍这段影片不是想告诉别人 我是像那些性人 是不会受负面的留言影响 其实没有人会不受影响 没有人会喜欢被人踩 其实我也是一个正常人 我也是有情绪 但这次真的有一些留言 是令我不拍这段影片不行 是不说不行 透过说这些不好的留言 是可以同意令大家明白另外一件事 有些人留言是想为了踩低我而抬高自己的价值 首先你要踩低我不要紧 但请你说出我错了些什么 然后提供一些正确的资讯给大家 你纯粹是为了踩低我 说一些正确的东西是没有意思的 你只是纯粹是想告诉我 其实我是一个很开放的人 我是很接受别人批评 很接受别人指出我的错误 凡事 是人都会有错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提点 每一个人永远都是对的 就算说话也是 永远都不会他说话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的 可能他都会说错 第二就是 你不需要人身攻击 又说完粗口做什么 但我不会说名出来 免得好像又在推动负能量出来给你们 OK 我首先不是移民顾问 但不代表我的资讯 我的资料是会比移民顾问少 我分分钟做的research 是比移民顾问多 因为移民顾问 你是要对客人 我不需要 我只是为了自己移民 所以我只是看资料 我也看了两年 不是开玩笑 OK 第一个留言 我想说就是 他叫我收声 说我误导人 误导什么人 就说我的资料不更新 所以会误导人 首先我想说一下他的留言 写什么 他说现在的移民政策 比以前是难很多 门槛已经越来越高 所以 就不是你教那些资料 讲出来 即我那段片 讲出来更新 就不要误导人 怎样误导人 我叫别人留学 或者去找雇主移民 是加分 就算政策怎样变得好 他大体的大光 移民政策是没有变过的 还有express entry 还有省提名 怎样误导人呢 还是你只知道有express entry 没有省提名 你不知道 那470多分是高了 那我就跟你说 要申请省提名 省提名 省提名就是600分 你明白吗 加600分就可以 够分去抽你申请移民 究竟我哪一份误导人呢 麻烦你说清楚 要不就提供正确的资讯 如果我错的话 我无所谓 我不说那么多负面的东西了 那其实呢 我想说 这种人呢 是想不停地踩到人 去抬高自己的 可能他不抵得我成功 所以我每一次见到这些留言 我其实在想 究竟你想怎样呢 为什么你要这样留言 留些这么负面的东西 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想打击我呢 我想说这些留言 是不会打击我 虽然你会影响我的情绪 但是你绝对不会打击我 因为 当你经历过一些难关 遇过了一些障碍的时候 这些算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做YouTuber 是很努力地拍片 提供一些免费的资讯给你们看 不停地创作 分享我们的想法 分享我们的想法 你呢 就只在看 留下一些负面的留言 你就这样做留言的事情 是很简单的 但我们做创作的事情 是很辛苦的 是非常之难 我们做创作是非常之难的 通常的恨人就是因为 羡慕你 妒忌你 你有的东西他没有 你可以 他不行 可能他就是这样 不停地踩你 他就很恨你 好了 那我说完这句 就是end topic 不要管恨人说什么 他们在你的生命中 其实是很渺小 很软弱的 而他们呢 是常常都觉得不开心 所以他就想 令周围的人都不开心 就变得和他一样 更加不开心 这段影片是想和你们说 如果将来有人欺负你 或者打击你自信心 你记得他们的目的就是 为了令人不开心 去伤害别人 但每一次他打击你之后 他回到家可能睡觉 闭上眼 他就觉得自己很孤独 很不开心 好了 今天就是这么多了 我希望说些东西 不会太负面 我只是想说出 我的感受和事实出来 其实今天想说这些 谈论 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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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非常之不是事实 所以我才要拍这段影片 去说给你们听我的感受 和告诉你们 如果将来有这样的情况 你们应该如何面对呢 其实这些留言 我经常都是留言去看到的 我猜你们都会看到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时候 告诉你们我的感受 和如何应付这些人 今天就是这么多了 我不说喜欢这段影片的朋友 我想没什么人喜欢的 总之就是那句 未订阅我的朋友 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叮当 我一出新片 你就不会错过了 今天就是这么多 下集再见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